独王何鸿燊的儿子何尤俊 于2020年约超模西梦瑶结婚 并生下一对儿女 近期夫妻两一同参加路纵 爱得休学旅行 分享了许多恋爱和无合音中的故事 何尤俊偷了洛良人结婚前 某天西梦瑶要来家中做客 妈妈梁安琪便跟她说 打一碗麻将就可以看出女方的为人 所以在打牌过程中 梁安琪认为西梦瑶有耐性情商高 聊天过程也很愉快 大赞对方表现很好 令何尤俊也有些亚裔 不过何尤俊谈言 其实早已料到妈妈会喜欢西梦瑶 因为她照妈妈与西梦瑶见面之前 事先打听过对方 才做好准备与她见面 并补充表示 要是妈妈对自己的女友不满意 就会将对方当作透明人 不理不睬 可见梁安琪对媳妇是相当满意 此时正在喝水的西梦瑶 听到这番话 差点把水喷出来 似乎也是现在才知道 婚前这样被婆婆调查过 对此也感到很惊讶呢